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们要来讲开箱的话题 那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些那都是这个 Eve Long他们家的底妆产品 那前阵子大家在看我微博的话 可能都看到了 他们的这个英国的官网在做折扣 彩妆方面在做折扣 然后大概是25折到半价 就非常非常的便宜跟划算 然后呢我就扫货了两次 买了很多他们就做折扣 他们家的这个底妆的产品 那Eve Long他这个品牌 很多人都一定很熟悉了 他们家的这个卸妆膏 还有这个Rescue Mask 就是这个极旧的面膜 都非常非常的出名 那几年前呢 他们就推出了这个底妆系列 就号称是这种添加了 很多很好的养肤成分的 护肤类型的底妆产品 又或者很像这种 有底妆功效的护肤品 就是不分年龄也不分肤质 都能选择到适合你的这个底妆产品 这样子的一个系列 他们的这个英文名叫做Radiance系列 然后中文名好像是叫做 幻彩系列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买的这些产品 然后我会做一部分在脸上的刷色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产品 那就是这个Primer 我们从这个画面的顺序开始讲 那我买的这个Primer呢 它是这个MAT版本 他们家一共有出两个 就是一个是给这种偏油性 还有混合肌去使用的这个MAT Primer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Moisturizing 就是比较适合中性到干性皮 更加滋润的一个Primer 那两个其实我都在专柜有试过 那我觉得这个MAT这个版本 它其实不是会拔干的这种妆前乳 然后我觉得在我的皮肤上用起来还OK 所以说我想入手一个试试看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 透明无色 就是有点像乳液的质地 然后我们在脸上推开试一下 它现在在我涂完了之后 其实已经吸收了 就是你摸到脸上之后是干爽的 但是你会觉得说皮肤非常的保湿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产品 其实是更接近这种 怎么讲 比较轻薄的保湿的精华液 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的脸上泛油光 那你可以看见这个产品吸收了之后 脸上它不会呈现任何的光泽感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哑光的这种 所以比较适合你皮肤会出油的人 或者说混合肌 但是它可能是有一点保湿效果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可能是混合肌 你需要T恤控油 但是两颊又有的时候会觉得干 那你可以考虑这一款产品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产品 那伊朗它这个Tint Moisturizer 它全名叫做Radiance Perfected Tint Moisturizer 然后它有SPF15 就它带一点防晒值在里面 那这一款产品呢 是我用过的所有的Tint Moisturizer里面 最喜欢的一支 我觉得它完胜这个Shantical 就是那个香提卡那一支 香提卡之前我也很喜欢 但是它的这个遮瑕力非常非常轻微 所以说如果你是皮肤偏干 然后你又喜欢超级自然 就没有什么遮瑕力 只带一点点润色这个妆钱 不是妆钱乳 润色湿底乳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那一支 那如果说你的脸呢是需要 你的皮肤需要多一点点的这个遮瑕力 然后但是看起来又自然 然后又强加保湿 那这一支会比较适合你 所以说我可以涂一点点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在我脸上呈现的这个效果 那通常我自己的用法呢 我就是用手直接把它拍在脸上 然后呢再用这个海绵去做按压和推的动作 轻轻地拍或者说去按压和滚动 好的那现在呢 我这一半边脸已经上好这个底妆了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Tinted Moisturizer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它几乎是跟我的肤色非常非常贴合 我这半边脸是没有上粉底的 然后呢这半边上了这个Tinted Moisturizer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就是不会过白或者过黄或者过深 总之这个色号呢 就跟我自己的这个肤色非常非常完美的 能够契合在一起 所以说你就daily日常去用的话呢 就非常的自然 如果说你的肤色是处于这种黄二白 就是跟我差不多的 你去选这个色号 应该就不会出错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妆效的这个质地啊 它是带有这种猪一菲女士 就是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光泽感 还有水润感在里面 而且它非常的服贴 所以呢这一类型的这个底妆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完全的哑光 或者完全的这个雾面的这个妆效 看起来脸就非常的平 缺少立体感 和缺少这种自然的好肤质的这个感觉啊 那Tinted Moisturizer 它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呈现一种 又有遮瑕力 然后带一点妆效 但是看起来的肤质又很好 又带有光子 就处于这个保养品和底妆产品 中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 这样一个类别的产品啊 好然后 我们说下这个遮瑕力 好了它这个遮瑕力呢 是这种中等的遮瑕力 并且是可以beautiful 就是说你可以在叠加 在你需要做遮瑕的地方 那像我这个脸颊这边呢 生完小孩之后呢 我就出现一些斑 在两颊这边 那目前其实还是没有退啊 所以说我现在呢 是比较注重这个两颊的斑点的遮瑕 那我现在涂的这个妆呢 是还没有用过任何的遮瑕膏 只用了这个妆前乳 还有我们刚刚用的这个润色乳 Tinted Moisturizer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中文的名字 怎么讲比较恰当啊 因为它其实也不是蛤蜊霜 然后我就在两颊这边呢 又叠加了多一层 大概用了两层到两层半吧 叠加有斑的地方 其实现在看起来斑 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那如果说你在上一层 淡淡的这个粉饼 或者是说这个矿物粉 带有遮瑕力的话 其实日常出门是完全OK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粉底液 那因为这个湿地乳 已经用了几个月了 然后粉底液我是完全还没有用过啊 然后它的这个系列 是它底妆产品里面 最出名的一个系列 也是叫做Radians 就是这个幻散系列的 然后它是这个Lift Foundation 就是应该是有这种 提拉紧致抗老效果的这个粉底液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防晒 它好像好像这个产品 是没有带防晒的 然后我一共买了四个 色号 就是这个系列的粉底液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非常的出名啊 我就多买了几个色号 是准备放在我的工作的key里面 然后去做化妆工作手续用的 所以我买了四个不同的色号 有浅到深 那分别是一号色 然后二号色 二号就是Avery 还有四号色和六号色 我就是说在它的这个网上的色卡 尽量去避开选这种太偏冷掉的粉底 几乎都是neutral 还有这个暖掉的粉底液啊 我挤出来现在给你们看一下不同的颜色 我们就挤一点点在手上 好 然后这个是一号色 我们刷开看一下 好 这个是二号色Avery 好 四号色 好 这个是比较深的 六号色 好 那这四个呢 就是我自己挑选的四个颜色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二号的Avery 虽然说它都是Avery 但是它和这个Tinted Moisture的颜色 其实不太一样 那反而这个系列里面 这个一号 它是非常非常偏黄底的 很浅很浅的 很Pale的一个暖色调的粉底 然后二号的这个Avery 它是比较偏粉感 或者是说它属于这种neutral色调的 一个有一点点冷色调的粉底 那待会我们上脸看一下效果 也许上脸它看起来颜色会不一样啊 然后呢 这个是四号色和六号色 它们都是比较偏暖黄底的颜色 那之所以我选这个跨度 这么大的 有浅到深的颜色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们会碰到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色结 甚至不同的人种 所以这些颜色呢 已经足够我去使用 还有相互这个mix 去自己调色啊 就完全已经够用了 好 那我一号对我来讲 肯定是太白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试一下二号色啊 在我脸上 好了 那刚刚我用在这半边脸的呢 就是它这个 Radiance Lift Foundation 这个粉底液啊 我用的是二号色Avery 那你可以先对比一下 跟刚刚用过的 Tinted Moisture的这个妆效 那光泽感呢 我觉得它们两个都非常的好 然后遮盖力的话呢 是这个粉底液的遮盖力 会稍微好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它的这个遮盖力呢 会好过Tinted Moisturizer 那虽然说它的这个质地 是属于非常的轻薄 然后是很水润的一种质地 如果说你用手去 在手背上推开的话 你就会能感觉到 它非常的水 非常薄 并且延展度很好啊 然后这个是 我觉得是对于底妆来讲 非常加分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家都不想 你这个用底妆的时候 用起来很厚重 很黏 很油的这种感觉啊 那这个底妆产品 完全不会 它就是非常清爽 可是它的这个遮瑕力非常好 因为我大概用了 在整个额头的地方 用了一层 然后呢也是一样 在我有斑的这个两颊的地方 我有少量的叠加 第二层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的遮瑕力 就完全是盖过了 另外一边 这个Tinted Moisturizer 然后呢颜色方面 虽然说它都是 二号色Ivory 然后这个颜色 它比Tinted Moisturizer 这个Ivory 2 要白很多 你可以看出 它大概差了有 我觉得差了有 将近一个色阶这么多 那这个颜色 对我来讲 其实有一点点白 或者说 如果说 可能对我现在 肤色来讲是这样的 除非说 我的这个脸 再白半个色阶 那么我会选这个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 矿物粉 矿物粉底 那矿物粉底它看起来就是有点像蜜粉 有点像散粉 这样它是一个 看起来是 这个形态的 但是呢 它又有遮瑕力 又有分不同的这个色号 所以说 严格说来 它是算做这个 foundation的类别 之前我们其实也做过相关的 这个话题 矿物粉 我在今年呢 其实非常喜欢 矿物粉 这一类型的这个产品 我觉得用起来 非常的方便 而矿物粉呢 我这次选的是 一号色 因为我在网上 看过一些刷色 据说是 它的这个色号呢 一号色和 ivery tool是比较接近的 ivery tool会有一点点的深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颜色 好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盒子也是一半 你可以转的 就是说 在你不用的时候 或者说你travel的时候 可以把它封住 这个我觉得设计还是比较好 比较贴心一点 好的 现在呢 我已经全脸刷过了 他们家的这个 Middle powder 然后这个是一号 那可以看 它的这个遮瑕力 其实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 它的这个光泽感 不会太强 然后颜色 色号来讲也OK 然后像我的肤色 或者比我白 一点点的肤色 用一号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那只是我觉得说 因为刚刚底下 我们用了这一边 这一边用了粉底液 这一边又用了 这个cream foundation 所以说再叠加 这个矿物粉的话 会显得有一点点厚 所以我建议 如果说 你是喜欢用矿物粉 的人 然后你下面的 这个 endernisse的 这个底妆 最好只用一点点的 这个遮瑕 或者说用一点点的 这个tinter moisturizer 这个润色乳 我觉得它的 这个遮瑕力 就足够的 那这样加起来的话 两层产品 会看起来你的妆效 稍微自然一些 并且不会盖住 这个光泽感 只是我们今天要 试这个妆效 和不同的产品 给大家看 所以说叠加两层 都比较厚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Eve Lung的 这个开箱 那如果说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产品 都试了一遍 那如果说 问我的意见的话 那第一名 推荐的 他们家的产品 我最喜欢的 其实还是这个 tinter moisturizer 然后这个 我很庆幸 就是我第一次 购入他们家产品的时候 就买了这个 非常好用的 这支产品 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我也会持续的回购 那它的这个primer呢 搭配起来 我觉得妆效 非常的好 所以说 如果说是最推荐 我觉得他们家 最好的 最棒的这个产品 你可以先从 这两支入手 那第二名的话 就是他们家 这个Radiance Lift Foundation 那我觉得要看 你个人的生活习惯 还有说平常的化妆习惯 还有喜欢的妆效 包括产品的质地 还有气味 各方面 就按个人的喜好去选 那么这两个 都是非常棒的产品 只是我自己个人 是更喜欢 这个润色乳 那第三个 推荐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 矿物粉 那如果说 你家里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其实你可以去购买 试试看 那如果说 你已经有了类似的 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粉类的产品 我知道很多女生 都是两年也用不完一贯 真的这个用量 它首先这个包装非常大 而且其实用量 你用不了多少 那这三个呢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这个Eve Long 他们家的这个底妆产品 那其他的这个膏状的 还有这个遮瑕膏 还有这个粉底膏 我觉得就算了吧 就不要轻易做尝试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开箱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review 我们就下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